10月24日 中央机关转移到甘泉县的 夏寺湾陕甘边政府的驻地 1935年11月3日 党中央在夏寺湾召开会议 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任命毛泽东为主席 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中央领导听取了聂红军郭洪涛 关于西北军事政治及肃反情况的口头汇报 在这个危机的关头 是中央下令停止普人进行政变 党中央对西北根据地内外的政治军事形势 进行了分析后决定 分两路行动 一路由张文天带领秦邦县 董碧武和李维汉等人 率中央机关从夏寺湾直接去瓦瑶部 并指定由董碧武王首道 张云义李维汉和郭鸿涛 组成调查西北肃反工作的五人党务委员会 派中央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王首道 接管西北保卫局工作 另一路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副主席周恩来和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 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南下 迎战敌人的围剿大军 11月4日王首道带着电台 先行赶往瓦瑶部接管西北保卫局 随后便开始对被捕关押的人员进行甄别审查 11月7日下午中央机关到达瓦瑶部 经过初步审查甄别 刘志丹 习仲勋 高岗 杨森 杨齐等十八人 首先获得释放 11月26日 中组部召开了平反大会 除张庆福 蔡自伟两人以外 其他人全部释放 几天后 周恩来领着刘志丹 见到了毛泽东 毛主席亲切安慰他说 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 刘志丹说 中央来了 今后一切事都好办了 那一晚 刘志丹和毛泽东 周恩来 在窑洞的炉火旁 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西北肃反造成了令人极其痛心的重大损失 1935年11月24日 直罗阵战役取得胜利 红军一举歼灭 国民党东北军一个师又一个团 敌师长牛原 十二月十七日 中央召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 1935年12月底 中央决定组建红28军 委派刘志丹任军长 宋任琼任政委 裴周玉为西北政治保卫局特派员 1936年2月20日晚 红一方面军 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名义 发起东征战役 21日拂晓 红二师和红七师五师渡过黄河 占领山西中阳县三郊镇十楼县赫加瓦 向小蒜镇一迭镇十楼城猛进 23日 红一方面军后续主力全部渡过黄河 突破禁随军防线向东进攻 红二十八军乘进军撤退山西之机 占领了加县五部登地 而后北上神府地区收复大部失地 并以一部兵力向黄河沿岸活动 侧应河东主力行动 3月9日 元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杨齐 在攻占隋德县戴王庙战斗中 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 不幸中担牺牲 蒋介石得知红军主力东渡入境 立即抽调驻湖南河南等地中央军 约十个师驰援山西 29日 晋随军占领了离石至十楼之间 黄河各渡口 企图切断红军退路 当日 红一方面军电令在陕北神府地区活动的 红二十八军 迅速进至福谷嘉县黄河西岸 准备渡河 配合左路红十五军团行动 3月31日 刘志丹率红二十八军渡过黄河 攻占河对岸罗玉口渡口 一举扫除了罗玉口至黑玉口 约30公里黄河封锁线 于4月初 在山西省兴县康宁镇 南移至临县白文镇时 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随后奉命南下 11日 禁抵黎石城南金罗镇附近 击溃敌四纵队两个营 4月12日 红二十八军按照红一方面军首长指示向西 攻击三郊转角新关一迭一带之地 恢复黄河交通任务 13日 红二十八军开始进攻三郊镇 14日 军长刘志丹亲户一线指挥战斗 不幸重担牺牲 十年33岁 1936年4月24日 中共中央在瓦瑶浦举行追悼大会 沉痛哀悼刘志丹将军 毛泽东提词 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五月初红军东征主地回诗陕北 袁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长杨森 率两个连在三郊镇阻击追上来的敌人 大部队全部安然渡过黄河后 杨森陷入重围 禁随军抢占了黄河渡口 杨森率战士们 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 他说我们这次东征宣传了抗日 筹了款子 我们在1936年5月5号 回子通电里边 已经使用了逼讲抗日的口号 这时候抗日民同意战舰忽子欲出了 1936年10月 红军三大主力汇视西北 宣告了中国工农红军战略大转移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革命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当年的革命者 当年的共产党人 确实是跑头路撒热血 那样的环境下 奸证革命不娶不挠 腿进革命 那么共产党当年 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 着的因此 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戴 人民群众的参与和追从 所以恰好印证的 就是历史的老 走向辉煌 走向辉煌 by bwd6 火热月 leb